哈囉大家好我是阿斯 希望你的頻道 記得按一下訂閱按鈕跟鈴鐺 記得追蹤我的IG FB Twitch Bilibili還有Discord 好那本週天天節台服的更新內容呢 最主要就是這個先進召喚 正馬雨林 那這個是 呃 單卡詞齁 這有一個引領 不過就是 他的上升繼續提升啊 可是不知道是提升多少趴 如果跟照 我記得陸服那個時候好像是 多少是幾趴 欸我忘記了 是60還是40趴 好像是60趴啦 60趴 60趴的機率會中上官員 不過台服的狀況好像是直接出這個卡詞 因為 之前的話是 陸服的情況是 你十字器要通關 呃 一之三吧 還是一之四 我有點忘了 然後通關之後才會 開啟上官員的這個卡 卡詞出來 那這一次台服是把它做成 直接有這個卡詞 在明天的時候 那 如果對上官員有興趣的朋友們就是 呃 可以去抽啦 有興趣的 就是單純喜歡這個角色的話 那他的天賦在這邊簡單介紹一下 就是移動力高有目標 主動普通攻擊追發 出發追擊 那主動攻擊而受到傷害後 可以獲得衝 衝陣 那衝陣是移動力加1 傷害和免傷提高8%到12% 然後上線可以兩成 然後特色絕學 他這邊沒有特別講 不過之前 大師影片有介紹 這邊都不多講了 那有興趣可以再看一下 那基本上 我會不會抽呢 呃 上官員是在神魔之爭傳裡面 單機版中 我蠻喜歡的一隻角色 蠻喜歡的一隻角色 那 但是在手遊裡面呢 我 依照你要節省十字印的話 我寧願用一一啦 因為一一到後面是可以到六星的 然後 呃 培養 就是花費的 資源又比較少 而且大家應該說 現在一一大家都蠻強的 然後因為 上官員又是一個 狐屬性的鐵位 那 你要多花一個資源去養他嗎 那就是 呃 大家自己判斷的喔 對 大家自己判斷的喔 那 技能介紹部分可以再去看我之前的影片 那 我是覺得 喜歡這個角色的人可以抽啦 那 如果還好的話就是 PASS 就是 得下一次吧 因為我覺得 當卡池啊 我覺得不是很好中 因為 你60%的話 你有40%的機率 會歪請他吃 其實我覺得 也蠻高的 我覺得啦 我覺得 我上次抽的時候 在陸服抽的時候 就歪了 就歪了 所以 看各位 啊不過 好處就是 你第二隻絕餅 你第一隻歪掉 你第二隻就一定是 就一定是他 不會再 雙卡持 一定是某一隻這樣 就看各位啦 好 那龜征的部分 好像還是沒開 然後再來是三毒封碎 收零戰開啟 齁 那 就可以獲得一些 靈運石等等的積分獎勵 好 另外一個就是 劍心冰破 那 如果沒有這兩隻的人 強烈建議抽 強烈建議抽 OK 再來 好 全新外觀 祝葛愛 那這個祝葛愛這個 套裝非常的讚 真的很讚 有興趣的 真的可以購買一下 OK 而且 這是多少錢 我忘記了 他這邊沒有寫 OK 然後 在契淵 OK 一樣 一樣齁 一樣東西 齊緣跟 九月開啟 然後 超自己包 那這邊好像我記得有多一個 新的東西 其他都不講了 其他都差不多 好像是這個 長槍狂戰力齁 可以獲得千零幻運 就是鑽石啊 那這個鑽石是攻擊之後 欸 是要攻擊還是不用攻擊 要攻擊吧 我記得是要攻擊之後 可以再行動三個還兩個 那 這個 我是有做到啦 那 如果 大家不想做了 或是想買的話可以 我覺得這個蠻好用的 對 那 也可以不要啦 就是用自己做 OK 那一場修復的部分 OK 沒有重點 然後歸正我真的不懂 為什麼到現在還不開 現在開第六張而已 然後還有一個十一張誤開的 好 那今天的情報大概就這樣子 那喜歡我的頻道 就按一下訂閱按鈕 跟鈴鐺 記得追蹤我的IG FB Twitch Btb還有Discord 感謝各位 請給收看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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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